各位同学周末愉快 欢迎来到清风老师的课堂 在上课之前呀 请同学们还是检查一下各自的声音 网络还有画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老规矩给我抠一个数字 咱们今天的这节课马上开始了 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我们今天看一下我们第八节 也就是AE当中的第二节 叫做开启动画新篇章 那这里的动画呢 指的依然是一个关键帧动画 关键帧 那关键帧动画呀 我们在PR当中已经很详细的描述过 它的一个概念和原理 在AE当中呢 它的基本操作呢是一样的 但是呀相对于PR呢 我们还要学习AE里面所独有的 对于关键帧动画里面的一个 动画曲线的一个调整 这一点至关重要 所以说今天这一个重点呀 是掌握一个我们关键帧里面的 一个动画曲线 对吧 然后呢还有一个效果 叫做运动模糊效果 那这个效果呢是很简单 很好用 到时候呢大家就知道了 以及动画的一个运动路径 好 总而言之呢 就这几个知识点 然后左侧是咱们一个小作业 这个作业呢非常有趣非常可爱 好 相话不多说 我们先把PPT给关掉 来到我们的软件当中 好 来到软件当中啊 老师先新建一个合成好了 那在这里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关于我们AE当中新建合成的办法啊 或者快捷键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是Ctrl加什么来着 Ctrl加N对不对 万能的Ctrl加N 好 那我们就不用Ctrl加N 用一个别的方式 你看在项面板下还有一个小图标 它也非常好用 它也可以让我们新建一个合成 OK 我们新建一个合成 那合成的名字呢 名字呢 老师呢在这里就改一下 叫关键 叫关键帧好了 OK 看一下预设 这个预设呢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毛病 其实预设不预设的呀 无所谓 主要是看它底下的参数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 1280乘以720 方形像素 25帧一秒 并且呢持续10秒钟 OK 暂时就这样吧 假如说 我的合成 我的合成这个设置 里面的参数 我想改的话 后继也是可以改的 对吧 好 我们点击一下确定 那这样我们就建立了一个合成 那建完合成之后啊 看到没有 我这个标题栏上 显示的是一个无标题项目 这说明怎么样 我是不是没有保存呢 所以说 没有生成一个工程文件 在我们电脑上 那老师现在这里呢 先把它保存一下 Ctrl S 保存 保存一下 随便到一个地方 008好了 OK啊 这样呢 我们桌面上 才会出现一个 我们的工程文件 它才是真正的 把这一个项目 给大家建好了 OK啊 进入合成里面 我们把今天需要的一些素材 给导过来 这些这些啊 先导一个小汽车好了 把小汽车 放在一个 我们的时间轴面板上 OK啊 一辆车开到了一个 我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监视器里面 它有点大 同学们 它有点大 我想快速的修改一下 它的大小 请问同学们 那个快捷键还记得吗 我们昨天刚说过 我要改变它的一个大小 我需要用到一个快捷键来 快捷的调出 它的一个缩放属性 有没有人记得 这个键是什么 OK S键 S键 有说A键呢 A键不对哦 OK S是一个缩放 S是缩放 好 我按一下S 把它的缩放参数呢 给调出来 好吧 OK啊 注意这个数值 把它展现出来 我点击了 刚才左下角 这个小的一个 折叠按钮 对不对 因为老师屏幕比较大 我平时喜欢呢 把它都折起来 好 我们更改一下 它的一个缩放 有50%呢 比方说给它30% 好 那现在呀 我想再继续调节 它的一个位置 我想让缩放和位置 同时出现在 我们素材下方 这个时候 也有一个快捷键 同学们记得吗 我想让缩放 还有位置 同时显示在下面 同学们告诉我 P 对 P键呢 是一个位置 但是呢 我还需要借助 另外一个按键 它是一个组合键 Shift 对不对 按住Shift 再按一下P键 把我们的位置属性 也给调出来 这样它下面就有两层属性 分别是位置 还有缩放 好 我们改一改位置 把它放在一个 我们屏幕左侧好了 OK 那现在啊 我想让这辆汽车 再小一点吧 20好了 往这拿一拿 我想让这个汽车 目前在这个位置 让它在第二秒的时候 开到画面的镜头 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怎么做 同学们 我想让汽车 在第二秒的时候 开到我们画面的一个镜头 是不是要用到一个关键帧动画呀 关键帧动画 对不对 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AE当中的关键帧 其实仔细一看 包括昨天给大家演示了 它在每个属性前面呀 也有一个小马表 这个我们PR是一样的 那它的AE里面非常方便 可以直接在下面 就可以看到一个我们的关键帧 不需要再去左上角 那个小面板里面 一点点的去挪动 对不对 好 那现在呢 我想让它在第二秒的时候 开过来 首先我需要在第零秒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记录一下 当前属性的一个关键帧 就是它的一个位置 在位置上呢 点击一下小马表 开启它的一个关键帧 OK 小马表现在亮了起来 反观一个我们的时间轴上 出现了一个小菱形 是吧 这跟我们PR是一模一样的 OK 出现了一个小菱形 代表这个小菱形 已经是怎么样 记录一下了 当前我们的一个数值 是212和360 OK 我先让它记着 然后我想让它在第二秒的时候 好 我把时间轴拉到一个我们的第二秒 然后呢 选择我们的小汽车 在它的X轴上 给它发生位移 跑到右边来 OK 那这样通过两个关键帧 一个之前的 一个之后的 我们是不是就成功的制作了一个关键帧动画 那它播放起来呢 跟我们想要的效果是一样的 从左侧慢慢往前开 开到右侧 好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关键帧的一个运用 是运用了两个关键帧 它们之间不同的一个数值 而自动生成了一个动画 从左到右 好 那现在啊 老师想让这个汽车 在第一秒的时候 差不多一秒 往前走一点点的时候 我想让它在这里停一会儿 小汽车 我先走 走到这儿 我让它停个半秒 停个半秒 在之后再往后走 请问这个时候 同学们应该怎么办 想一想 动动脑子想一想 我们知道关键帧的原理 是不是 有没有人告诉我 需要怎么操作呢 跟零秒的位置相同吗 那跟零秒的位置相同的话 我是在这儿停了 对吧 我想让它在这儿停 OK 我需要怎么样 真定格都出来了 真定格跟这个不是 没有关系啊 真定格是那个 针对视频那个 那个那个后边 它定格了之后 它就全部不动了 OK 有人说添加两个关键帧就行 那我们来试一下 根据我们关键帧的一个原理 假如说我想让小汽车 在中间这个地方停一下的话 我需要在目前这个位置 来再次给它添加上一个关键帧 好 那我再次想在它中间地方 添加关键帧的时候 你看 它小马表已经亮起来了 我再点一下小马表 它岂不是关闭了吗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到它前面 前面有两个小括号 中间有一个小菱形 我们需要点击这个地方 来给它添加一个关键帧 好 添加完这个关键帧之后 那这个关键帧呢 就是记录的当前 它的一个位置的一个信息 748.4和360 好 我想让它 从这个位置 到后面第一秒 这个位置 想让它停住不动 我是不是需要 再创建一个关键帧 让它和前面的关键帧 让它数值一模一样 对不对 两个关键帧数值一模一样 它们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它没有一个参考的依据 对吧 所以说我现在需要 再创建一个关键帧 那这个关键帧的属性呢 你看 我再创建一个关键帧 它的属性呢 要和前面的一样 这个时候啊 就很方便了 我只需要把前面 这个关键帧的数值 给它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把它粘贴过来 OK 在中间呢 它就会停顿一下 那停顿一下 你看它现在还前后的晃 一般情况下呢 你想给它做停顿的话 它还是会前后的晃 我们需要怎么样 来更改一下 它这个关键帧的一个差值 那这个呢 我们先操作一下 这节课也会讲这个操作 只不过在后面 那我们先把心思 放在关键帧上啊 你们先不要看 我怎么操作啊 直接我先给它改成线性的 OK 那现在我们就实现了 一个小汽车往前走 是不是 走到这个地方 然后稍微停个一会儿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对吧 好 我现在啊 又想让小汽车 在第三秒的时候 掉头回到原来的位置 啊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啊 假如说我拿位置为例的话 啊 我是不是需要怎么样 在第三秒之后 啊 第二秒之后 第三秒的时候 再让小汽车回来呀 拉到一个我们的屏幕对左边 对吧 哎 你看 但是现在车是倒着来的 啊 我想让它震过来 啊 有很多同学都说缩放 对不对 OK 没有问题啊 没有问题 就是用我的缩放 我们昨天花了很长时间 去给大家讲缩放的一个 复数的一个关系 啊 是它一个水平翻转 那么 把这个小汽车给它水平翻转一下 它岂不是 就把头转过来了吗 是吧 我们试一下 我们来到我们的 它即将 开始往后退的这个地方 啊 就是这一针 然后在它的缩放上面啊 也打一个关键针 OK 那目前它的数值呢 是一个等比例的 20还有20对不对 啊 我现在需要把它的小锁给取消掉 取消掉之后啊 我想让它在下一针的时候啊 用一针的时间就把它头给转过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让它向后挪动一针 OK 那这一针一针拿鼠标点太慢了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借助键盘上的一些按键 我们知道 在PR里面呢 你想左右的观察你的素材的时候 啊 你可以按键盘上的左右方向键 是不是 它实现 它会实现一针一针的挪动 啊 你一针一针的观察 但是在AE里面啊 啊 这个方法行不通 啊 我们按左右呢 是没有用的 按左右没有用 我们需要怎么样 按键盘上的上下翻页 给大家搜索一个键盘好了 啊 pitch up 还有pitch down 好 啊 我们找个键盘 随便找一个 就拿这个好了 好吧 这个还没有 啊 这个 你键盘上啊 如果说你的键盘 是一个正常键盘的话 它都会有这两个按键 分别是pitch up 还有pitch down 代表着上下翻页 啊 这两个按键 对吧 你可以按这两个按键 来实现 你一针一针的一个变换 我们来试一下 我按一下 你看 哎 往后走了一针 往后走了一针 往前走了一针 往前走了一针 好 这是一个我们的操作方式 啊 操作方式 好 我们现在按一下 往下一针这个按键 好 让它在下一针的时候呢 把它缩放的一个x轴 让它变为负数 它就反过来了 是不是 好 把20呢 改成负20 点击下确定 好 现在头已经转过来了 并且 它动画的持续时间 特别短 你看一瞬间 一针 一针 一针的功夫 就把头转过来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小机车往前走 停一会再往前走 然后掉头 回来 OK 这是一个 我们的关键针的运用 那到这里呢 同学们 老师只是带着同学们来复习 复习之前所学的关键针的知识 那如果这个地方 同学们 还有问题的话 还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给你们再讲一讲 还有问题吗 我感觉应该大部分同学没有问题了吧 对不对 他只不过我们换了个软件而已 我们在PR上 他的界面有差不多 对吧 模的问题 好 个别同学明白了没有 其实很简单 他跟我们PR的操作一样 只不过唯一多了一个这个复数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现在得到这个动画了 得到这个动画之后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另外一个吧 就是说 关键针怎么删除 删除的东西 我还是再啰嗦一下吧 关于关键针删除的问题 我们之前说这个万物皆可delete 对不对 可能有些同学 印象不深 删除关键针也很简单 没有没有没有 同学不要开玩笑啊 删除关键针 只需要把它框悬就好了 水标走进框悬 按delete就可以删掉了 对吧 那就可以删掉 然后呢 你可以点击左边的一个小马表也可以 把它取消掉 关键针也会删除 这是关于关键针的一个删除 我在这儿再提一嘴 有同学说PR可以把头掉过来吗 你想想想 如果PR做关键针的话 它缩放不能为负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想让PR里面的头掉过来的话呢 还真不好弄 是吧 你可以想想用水平翻转行不行 对不对 用水平翻转行不行 不过水平翻转好像不能做关键针啊 这个时候 就需要同学们去想一想了 你可以把视频给截断啊 对不对 是吧 那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试一下 把这个素材导入到PR里面去试一下 能不能让它转过来 提示一下 用这个水平翻转 用水平翻转就可以 只不过你把它放上去之后啊 你还需要在时间上进行操作啊 才可以把它转过来 没事的同学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这个试一试啊 好的 那关于关键针呢 就是我们之前所学的一些东西 那现在啊 老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叫做运动模糊 运动模糊 那什么是运动模糊 我们先来简单描述一下它的概念啊 同学们现在 此时此刻 伸出你的手 伸出你的手 然后呢 把它放在你的眼前 大约 10公分 20公分的地方 然后快速的挥动自己的手 跟我一起坐啊 小朋友们 跟我一起坐 伸出你的手 放在眼前 然后来回的晃 来回的晃 你会发现怎么样 你是不是看不清你的手啊 你的手是模糊的 有没有同学跟我一块做 是模糊的 对吧 所以说啊 你所看到这个效果 其实就是这个运动模糊的效果 有残影 是不是有残影 好 其实这就是运动模糊的一个效果 任何一个东西 它运动的速度过快了之后 我们的人眼是追不上它的 就会出现一些残影式的效果 残影式的效果 好 那这个效果呢 在我们AE当中很简单就可以办得到 怎么样来办到呢 我们看我们的图层 图层上面呢 有一些小的按钮 对不对 除了它左侧的按钮 我们介绍过之后啊 右边呢 给大家说了这个消影按钮 也就是章鱼哥是吧 好 在章鱼哥的后面 有一个 这个啊 像是几个小球 螺在一起一样的东西 啊 这个按钮 这个呢 就是一个我们运动模糊的一个开关 我们想要开启一个物体的运动模糊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把底下这一层啊 它的一个小开关给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总开关 看到没有 这两位兄弟是长得一样的 一个小的 一个大的 一个小开关 一个总开关 当你把小开关给它勾选上之后啊 把这个图层的运动模糊打开之后啊 还需要啊 在上面把它一个大的总开关给它点亮 点亮之后 OK啊 啥也不用管了 啥也不用动了 我们的运动模糊就已经开启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这个小车的动画 我们先看到小车动画 OK啊 可能观察的不是特别清楚 我们放大来看 你看 这个小车 它是不是已经出现了那种模糊的感觉啊 或者说残影的感觉 对不对 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啊 我通过这个开关的这个打开和关闭啊 你对比一下 当我把运动模糊关闭的时候 哎 你会发现 哇 它好清晰啊 是不是 当我把它打开的时候啊 你会发现 它整个左右的变糊了啊 所以说 这就是运动 运动模糊的一个效果啊 运动模糊的一个效果 它会让你的动画看起来呢 非常的逼真啊 非常的真实一点啊 符合人眼的这个规律 那运动模糊的一个快慢呀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你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了之后 你的模糊的效果就很强烈呀 啊 同样你把手放在眼前 假如说你慢慢的会的话 你甚至没有模糊啊 你看不到它残影啊 所以你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啊 你会发现这个模糊效果会越来越大 所以说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啊 运动模糊啊 它的一个模糊程度 是由它的一个速度来决定的 速度越快的时候 模糊的程度越大 速度越慢的时候啊 模糊的程度它就越小啊 甚至消失没有 那所以说啊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属性来控制 它的一个模糊的一个大小 好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动画是用了三秒钟的时间 啊 用了三秒钟的时间 现在啊 我想让这个关键针动画 它的持续时间变短一点 目前是这样的 我想它变短一点 应该怎么办呢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我想让我的动画加快 应该怎么办呀 想一想 我想让它加快 然后现在是三秒钟 三秒钟结束 我想让它在第一秒结束呢 哎 可能说关键针往前移 是不是 对 关键针往前移 因为什么呀 因为你关键针之间啊 它两个关键针之间 它距离缩短了 你看缩短了之后 它持续的时间是不是就越短了 啊 时间越短 它的速度是不是就越快呀 对不对 同样道理 还是拿那个例子来说 假如说 让你八点钟起床 九点到学校 你要走路一个小时啊 我让你八点钟起床 我十分钟 我八点十分就让你来学校 你说得飞快的跑 飞快的跑 对不对 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 他们之间的关系 啊 当我们想要你的动画的整体的一个时间变短的时候呢 其实不需要很麻烦 对不对 啊 我们如果用笨办法的话 比较笨的办法 就是说 啊 反正我知道它原理了 啊 我让它变慢 就把一点让我先挪呗 这个往前挪一挪 这个也往前挪一挪 把这两个选上这么也挪一下 它就变短了 是吧 其实呢 完全不用那么费劲啊 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操作 可以等比例的 把他们之间的一个距离缩短 也就是时间啊 时间提高 这个大家啊 就会看 我需要怎么样 先用鼠标 把它所有的关键帧给它框选住 框选住了之后呀 我按住键盘上的alt键 alt键 按下去之后 然后拿鼠标点击最后一个关键帧 点住它往前拖 你会发现 这个关键帧就跟弹簧似的 它会等比例的进行拉伸 还有缩小 也就是一个我们的时间 看到没有 它们之间是等距的 我把它通通挤在一秒钟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画 是不是只在一秒钟实现了 对吧 这个看清了吗 同学们 看清了吗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你需要选中你所有的关键帧 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alt键 按上之后 点击最后一个关键帧 或者是最前面一个关键帧 也可以 是不是 那这里呢 我们需要最后一个关键往前挪 让它时间缩小 是不是 好 我们按住alt键 往左拉 你想它在第一秒的时候 要一直按 要一直按住 按住不动 好 在第一秒的时候 好 那我现在整个动画就集中在一秒了 那是不是就很快了 是吧 我们看一下 速速速 老师自配音效 自配音效 它又很快了 OK 很快了之后呀 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运动模糊了一个总开关给它打开 你会发现 这个动画呢 就已经模糊的很厉害了 放大开一点 你看就都已经不成样子了 是不是 所以说由此得出 这个车的速度变快了 从而呢 导致它运动模糊的这么一个模糊程度也变大了 好 这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问题 关于运动模糊 我们要明确它的概念 运动模糊呢 是它运动的速度越快 它模糊的程度就越高 运动的速度越慢呢 它模糊的程度就越低 那除了调节它的速度之外呀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那这种办法呢不是很常用 但是呢 得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一些总的设置里面来设置它 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合成设置 好 这个时候同学们 知道我们的合成设置在哪吗 我们昨天刚讲的 带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我想调节当前关键帧这个合成里面的合成设置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在哪调来着 OK 菜单栏里的什么来着 左下角 合成 菜单栏合成 对不对 我们可以在菜单栏里面的一个合成窗口上 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击一下 哇 还有人记得快捷键 Ctrl加K 对不对 是的 快捷键也可以 我们进入到它的一个合成设置里面 进入来之后 我们需要更改的是它第二项 更改的是它高级选项里面的一些东西 我们点击高级 在运动模糊这里呢 会有一个运动的 是这个快门的一个角度 默认状态下呢 是180度 默认是180度 假如说你这个车 是已经是飙到外太空了 就跟火箭一样快 你感觉这个模糊程度还不够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快门角度 给它往上加一加 目前的是180度 你可以 往后拉 400 你会发现 哇 它已经快到模糊了 快到一个极致了 是不是 你还可以往上加 最高呢 你可以把它加到720 可以把它加到720度 好 那720就已经最大了 已经是它可以达到的 最大的一个模糊程度了 你看 这个车已经像一个火箭了 是不是 已经分不清它是车 还是其他东西了 对吧 那 这个地方呢 它默认的是180 我们尽量的呢 不需要去改它 那因为它默认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一个模糊程度 就已经够用了 假如说你追求极致的话 你可以 是吧 把它改一改 改到720 不过改到720 就不能再改了 这个呢 同学们 着情而定 着情而定 那同样的 180 往下呢 比方说100 它模糊程度呢 会变低 变低了一点 对吧 我们再来改一下 但是你把它改到0的时候 描述是0 它就没有模糊了 一点都没有 不管你运动的再快 它都没有 虽然说它默认处置是180度嘛 改到0就完全失效了 好 那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180度 点击下确定 OK 让它保持一个默认的状态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运动模糊的一个使用 那这个效果呀 你可以着情使用包括我们之后的一些片子里面 啊 做到关键认动画了 你都可以用它 好啊 这是关于运动模糊啊 数值呢 呃 知识点呢 不是特别多 同时呢 这个功能也比较简单啊 你只需要把它点击小开关 然后点击总开关就可以了 OK啊 到这里为止啊 同学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听懂了吗 学会了吗 我们看一下笔记好了 啊 首先是第一项一个关键帧 对吧 关键帧是老生常谈 开启小马表 关闭小马表 然后在这里啊 还有一个展开或隐藏关键帧的一个快捷键 啊 这个呢 还是比较重要的 给大家说一下 啊 它的快捷键呢 是U键 啊 这个很重要 跟大家说一下啊 比方说啊 我想要一个图层 快速的 我想快速的更改 它的一个关键帧 大家想一想啊 我刚才呢是分别更改了一个缩放还有位置 是不是啊 假如说我这样找到这个关键帧的话呢 特别慢 而且呢 它数据也比较多 对不对 我们可以用一个快捷键啊 就是键盘上的一个U键啊 你按一下U 它就可以自动弹出你当前层里面所有添加过关键帧的一个属性 按一下U 啊 你所有的关键帧都出来了 啊 你包括我再加点其他的啊 什么缩放啊 不透明度啊 啊 都给它都加一点 对不对 啊 当我想要快速的更改它里面关键帧的一个设置的话 啊 比如说更改速度啊 这类的东西 反正更改你想要的更改的一些的时候 啊 你只需要按一下键盘上的U就可以了 它就会弹出来你当前所有设置过啊 你所有设置过关键帧的一个属性 也就是这些 啊 它就给你弹出来 在右边呢 啊 你可以很方便的一个编辑它 OK啊 这是一个快捷键啊 快捷U 还有删除关键帧 一个是选中Delete啊 万物杰克Delete 还有一个就是关掉马表 那还有一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删除关键帧的时候啊 它时间划快的位置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比方说小汽车 它原始位置应该是在这个中间 或者是最左边 对不对 假如说你这个关键帧做错了 你不想要的话 啊 你需要删除它的话 假如说你的指针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你指针现在在啊 中间这个地方 你指针在这里的时候 你把所有关键帧选中 删除了之后啊 它位置就会停留在这里啊 这点需要注意一下啊 你想 你想再回到原位的话 你可能是重置了啊 重置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对吧 啊 这一点呢 呃 注意一下就好 注意一下就好啊 好 以及一个我们的这个 动感模糊啊 其实动感模糊也对啊 不管是动感模糊也好 还是这个啊 运动模糊也好 指的都是一个意思 啊 一个意思 为什么老想着动感光波呢 看到这个动感模糊 动感模糊 OK 好 它的特点呢 就是运动的越快 啊 模糊效果越强 然后运动的越慢呀 这个效果就越弱 假如说你想要加强 它的一个效果的话呢 你可以手动调节啊 缩短时间的一个动画 啊 通过什么呀 通过你的一个关键帧的 一个时间缩短 它速度就变快了嘛 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全选 关键是按住out键啊 左右的来拖动 一个高级设置啊 里面那个跨面角度 最大是70啊 720最低是0啊 默认是180 这个呢 可改可不改 好 这是我们呃 呃 呃 本节课先讲的这个 这两个内容啊 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问题 啊 就是空间差值的问题 这个呢 也就到很多次了 好 我把这个小车的关键帧 先给它删除掉 删除掉 删除掉之后呢 我再来给它做一个关键帧 比方说我在位置上 啊 还是让它从左到右 从左边 开到最右边 好 当你填键完关键帧之后啊 特别是位置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诶 你这个屏幕上啊 会出现一条线 你看 星星点点的小虚线连在一起 是不是 会出现一条线 那这条线呀 片里面是没有的 在AE里面可以看得到 这条线呢 代表了你汽车的一个运动轨迹 看到没有 啊 这带一个运动轨迹 是吧 好 我们来研究一下这条线啊 这条线呢 其实那它也可以操作 啊 比方说 你选中某一个点的时候 在它右侧呢 有一个小扳手 能看清吗 要把它拖出来给你看一下 诶 你看 看到没有 啊 这跟我们P2里面的蒙版 那个 那个钢笔的那个曲线差不多 你可以更改 这一个 这条线的一个曲率 看到没有 啊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很多样了 是不是啊 虽然是小汽车从左到右的一个移动动画 但是呢 我们可以根据啊 画面上这条曲线呢 来编辑它一个具体的路径 你看我可以让它先往上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呢 再往下一点 啊 虽然小汽车是从左到右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实际效果 它会变成 哎 从上到下 画成一个S型 对吧 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 我们画面上的一个曲线的一个用法 啊 一个曲线的用法 好 你比方说 啊 我再给它添加几个关键帧 删除掉 我让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哎 往上走一走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啊 我再往下走一走 再往后一点 再让它上去 再往后一点 啊 再让它下来 OK 啊 你会得到这么一个效果 好 那有了这个曲线之后呀 啊 有了这个曲线之后啊 我们可以随意的更改 它的一个路径 比方这几个点啊 都可以进行更改 调节它的一个具体位置 好 因为老师刚才更改了 它的一个一个差值啊 空间的一个差值 再给大家重新重新 重新重新画一下吧 好吧 从头来啊 先从头来啊 至于为什么从头来呢 你们待会知道了 未知啊 第一秒的时候往上走 第二秒的时候呢 往下来 第三秒的时候呢 往上走 第四秒的时候呢 哎 再往下来 好 现在是一样的了啊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什么 从上到下 这么弯弯绕的一条线 啊 这么一条线 好 那这条线呢 你看 它是一个圆滑的一个曲线 看到没有 啊 一条圆滑的一个曲线 这个呢 是我们软件自动生成的一个曲线 它叫做贝塞尔曲线 啊 是贝塞尔曲线 假如说我们不喜欢这种贝塞尔曲线 啊 不喜欢这种比较圆滑的过渡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曲线呢 变成直线 啊 变成直线就可以 那怎么样变呀 啊 我们要选择一个工具 这工具呢 在我们工具栏的上方啊 是钢笔工具 选中钢笔工具 看到没有 你需要选择钢笔工具 啊 然后选完之后 在随便一个点上 哎 点一下之后 你看 再点一下 它就变成直线了 看到没有 变成一个直 哎 哎 哎 啊 这样条线 好 这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动画曲线 啊 就是说 你有两个关键针的时候 它会生成一条 啊 它运动轨迹 那这个运动轨迹呢 它会 在前端还有后端 分别有几个小扳手 更改小扳手呀 啊 可以更改它一个 运动轨迹的一个曲率 对不对 跟我们蒙版一样 那假如说 啊 你在添加了关键针 多一点的时候 比如说 我在这个地方 再添加一个 啊 它又会多出来一个 又会多出来一个 是不是 我在后面 我再添加一个 再加一个关键针 啊 所以说 你可以通过这关键针啊 你可以直接在画面上 来调节你的一个 运动的一个路径 OK 那啊 有的时候呢 它出现的是曲线 有的时候出现的是直线 假如说 你想让把这个 可以添加点吗 可以 还没说到那的 可以添加点 还没说到那的 假如说啊 假如说你想把 你想把这个曲线 变成直线的话 你需要选择钢笔工具 啊 然后呢 在这个上面点一下 啊 这个也点一下 这个也点一下 它就变成直的了 啊 这是曲线的一个调节的办法 我的麦又开始有杂音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有同学说可以添加点吗 可以的 可以的 你只需要啊 继续用钢笔工具 在这条线上 你看到没有啊 你的小钢笔 会变成一个加号 啊 点一下 又多出来一条线 点一下 又多出来一条线 对吧 好 那这个线啊 这个小扳手 我们不止一次见到它了 啊 像两个小出角 一条东西 拖动这个小扳手啊 可以出现一个什么呀 出现一个啊 它左右的一个曲率变化 那假如说你想调节一端啊 其中一个部分的话呢 你需要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out键 按住之后啊 你就可以单独调节一边了 对不对 当你调节完一边之后 这个时候呢 假如说你不松开out键 你再调另一边的话 你看 它又会还原了 啊 它又会还原过去了 看到没有 这个所以 所以怎么样啊 所以我们只需要按住out键 点击其中一个小出角 先挪动一下 啊 这个时候松开手 全部都松开 它就已经是断开的了 这个时候呢 你啥也不用按 直接就可以左右的进行控制了 这个能明白吗 同学们 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 就是说这个 小出角可能 可能这个操作起来有点抽象啊 是不是 原先呢 是这个左右两端 它左右一起动 是不是 你看它左右一起动 我想让它单独控制一端的时候 我需要按住键盘上的out键 按住之后 你就可以拖动 拖动其中一个了 是不是 当你拖动完之后 啊 你比方说拖成这个角度之后 它就已经被断开连接了 啊 断开连接之后 你可以随意的 你这个时候啥也不用按了 啊 也不用按out 啥也不用按 直接就可以单独的控制两个 是不是 能明白吗 out只需要按一下就好了 就是说啊 out只需要按一下就好了 按住之后 先把它断开连接啊 断开连接之后 就可以怎么样啊 随意的拖动它了 好 能明白是吧 OK啊 这是一个我们的曲线 啊 那想要把曲线变成直线呀 啊 还需要用到钢笔工具啊 用钢笔之后呢 哎 你给它点一下 把每一个点上呢 点一下 它就变成直线了 假如说想用直线 再变成 再变回曲线来啊 你再点一下 哎 再点一下 点不过来了 试一下 再回 再回 点一下 变直线 再点一下 它再点一下啊 其实它也是变回曲线了 只不过呢 它没有回到刚才的一个弧度 啊 你需要再给它调节一下 看到没有 啊 再给它调节一下 所以说呢 是它直线和曲线 是一个切换 呃 那除了这个切换之外呀 还有一些其他切换 这个有点乱啊 我们再重新的给它搞一搞 刚才调的 好 啊 过来 再往这走 往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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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先给它变回来 你看我这个时候点 它就回来了 你看到没有 刚才弄的 可能卡bug了 好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 啊 还有一种办法 可以让它变成直线 怎么样呢 就是老师刚才刚开头 那个菜单里面那个设置 我们可以选择啊 所有的关键帧 啊 你选中所有的关键帧 然后呢 在其中一个关键帧上 点击鼠标的右键 会出现一个关键帧插值 也就是这个地方 啊 关键帧插值 啊 那个插值啊 是什么不重要 我们不需要去理解它 当你点完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啊 什么空间插值啊 临时插值这些东西 我们不需要去管它 也不需要去理解它啊 你只需要更改它里面 一个设置就好了 一个是线性啊 一个是贝塞尔曲线 线性呢 就是啊 一直一直一直 这种效果 贝塞尔曲线啊 就是这种圆滑的弯曲的曲线 啊 我们也可以把它改成线性的 或者改成贝塞尔曲线 假如说我们现在是曲线 对不对 啊 点击一下线性 改一下线性 点击确定 OK 它就变成直的了 啊 所以说是两个办法 是两个办法 好 假如说想再改回来 啊 再点一下 关键证差值 再把它变成贝塞尔曲线 点一下确定 OK 它又回来了 好 这是关于曲线啊 那老师刚开始啊 刚开始让小汽车 在中间停留了一会儿 是不是 这个问题呢 我们知识点里好像没有 但是呢 我觉得有必要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呢 是困扰很多初学者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想让它走在中间的时候 先停留个一秒 啊 在这个地方 我先给它复制 粘贴过来一个 然后再往后走 那这个时候呢 它通常会怎么样 学正它 我先给它改一改 因为它默认是什么 默认是一个 被塞尔曲线的一个情况 啊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出现 小汽车 在中间来回的晃荡中的情况 啊 就跟老师开头一样 如果说你的两个关键针 数值一样 啊 你看是506374 对不对 这个也是506374 当它两个关键针 出现数值一样的时候 但是你在播放的时候 它还会 它还是会产生运动 这个时候呢 啊 你需要选中你的 这两个关键针 啊 来把它这个关键针 插值给它改一下 改成线性 啊 改成线性 就可以了 OK 啊 这是这个 这个地方 好 这是关于关键针的一个曲线啊 其实呢 就是通过 画面上的一些曲线啊 更改它的一个曲率 来实现不同的一个运动轨据 那啊 轨据之间切换呢 有切换呢 有两种办法 啊 一个是拿钢笔工具 点一下这个点 是由曲线变成直线 对吧 那再一个呢 是选中关键针啊 直接把它里面的一个关键针插值 给它改成背色曲线或者线性 是两种方法 好 关于曲线啊 同学们 我就讲完了 同学们理解了嘛 或者还有什么问题吗 其实就是控制它路径的啊 就这个东西 OK OK 空间插值 关键针插值 你看线性 线性呢 就是这个运动路径的转角处 为棱角状啊 就是一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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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直 那贝塞尔曲线呢 就是一个 这么弯曲的一种 比较圆滑的一种样子 大家呢 喜欢哪个用哪个就好了 然后这个使用钢笔工具啊 对路径进行更改啊 更改它是否为圆滑的 这么一个状态啊 好 这以上呢 以上的是是 是以上的这些支点 跟大家说完了 那下面呢 就进入我们的正图系啊 是一个关键针的一个图层曲线 图层曲线的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呢 先删除啊 删除之后呢 先来换个别的素材好了 拿火箭吧 OK啊 把火箭拿过来 缩放的小一点 然后呢 给它做一个 关键针的一个动画 在位置上好了 从左侧 让它一秒之后 飞出屏幕外 OK啊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效果 对吧 好 那火箭 火箭它起飞的话 它是不是刚开始 它的一个速度 它的一个速度会比较慢呀 是不是 它刚点火 是吧 刚点上火之后 它需要先烧一会之后 才进入加速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这样呢 就涉及到一个 我们的动画的一个曲线了 来控制它局部之间的一个速度 好 我们 怎么样 先把它往后拉一拉好了 别让它飞出去 飞出去不好观察了 好的 我们可以选中这两个关键针 怎么做呢 选中这两个关键针 然后把这关键针呢 给它鼠标右键一下 有一个关键针辅助 关键针辅助里面呢 有三个选项 一个是缓入 一个是缓出 一个是缓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假如说 我给这个关键针呢 添加一个缓入的话 会发生什么效果 我点一下 OK 看这个火箭 我关键针是做反了吗 关键针是做反了吗 天哪 我记得没有啊 往上走啊 OK 再一次给它添加缓入 你看到没有 这个火箭 它的动画的形式呢 发生了一个改变 注意看 是不是 它最后结束的地方 它变慢了 有没有同学观察到 这样吧 看到没有 最后啊 它一直是一个速度 然后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马上就要结束 这个动画的时候呢 哎 它变慢了 像刹车的一样 对不对 它结尾变慢了 所以说 我们刚才就运用了 它关键针一个辅助里面的 一个缓入的 这么一个效果 那除了缓入呢 我们还可以试其他的 我们Ctrl Z一下 Ctrl Z 撤回 就可以撤回到当前 原始的一个 小菱形的关键针状态 那如果说 我们添加了缓入之后 想要变回去 撤回不了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样 选中这两个关键针 然后按照Ctrl键 点击一下 它就回去了 再点击一下 OK 这是一个缓入 你会发现 当你添加完缓入之后 它关键针的一个形态 会发生改变 变成向右的两个小箭头 这个是缓入 对不对 有朋友说 能不能前边慢 后边快 那可以啊 在擦单栏里面 还有一个什么呀 你看旋转它 还有一个缓出 对不对 我点一下缓出 好 这个时候看一下 哎 你会发现 先把最后 再把这个给复原掉 我们这个火箭呀 就是刚开始慢 后边快了 就符合一个 我们火箭发射的 一个状态了 对不对 是吧 好 那这是 这两个选项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一个 这个呢 叫做缓动 同样呢 我必须要有两个关键针 已经两个生成好的关键针 然后呢 选择这两个关键针呢 在关键针辅助里面 还有一个缓动 我们点击缓动 好 再来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它刚开始起飞的时候呢 它是慢的 然后再加速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它又慢了下来 所以说 这样明白了吧 它缓入和缓出 缓动啊 其实这么一个关系 缓入呢 是前面都慢 缓出呢 缓入呢 是这个后面的慢 缓出呢 是前面的慢 缓动呢 是前面后边都慢 这个能明白了吗 对不对 我们三个都已经挨个给大家试了 可以明白吗 OK 可以是不是 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关键针辅助 关键针辅助 可以更改两个关键针之间的一个形态的一个变化 也就是速度的一个变化 缓入缓出 还有缓动 那平时呢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需要啊 来选择是让它刚开始的时候慢一点 还是结束的时候慢一点 对吧 假如说它让它速度保持一致的话 你看我把它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想要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的时候呢 你只需要把关键针选择 然后按住Ctrl键 Ctrl 点击一下 它就回来了 回来最原始的样子 假如你要最原始的一个样子的话呢 你看 它是这是bug吗 怎么又变反了 我天哪 它会比较生硬 会比较生硬 对吧 一直几个速度 假如说给它添加一个缓入啊 或者缓出啊 或者缓动 它会变得比较生动一点 那我们这个也有快捷键 F9 F9是吧 Shift Ctrl Shift加F9呢 是添加缓出 Shift加F9呢 是添加缓入 啥都不忘 光了F9呢 是添加一个缓动 好吧 这是这三个辅助 那这三个辅助啊 只是一个我们标准情况下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使用办法 其实它这个速度的改变啊 是通过这个曲线来改变的 啊 我们先把它复原过去啊 复原过去 复原过去之后呢 我们来添加一个缓动 好 添加完缓动之后啊 怎么样去编辑它一个曲线呢 对不对 啊 我们需要带着大家新认识一个窗口啊 就是在时间轴左侧的一个窗口啊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哎 因为之前很多同学都找不到这个窗口 所以说老师呢 必须给你们标记一下 看到没有 上面显示着一点点的一个啊 小曲线 并且有一个窗口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呢 叫做一个曲线编辑窗口啊 曲线编辑窗口 你可以先点击它一下 啊 点它一下 点完之后啊 你的时间轴发生了一个变化 看到没有 它现在是激活状态 激活状态之后啊 在时间轴上会发生一些变化 它变成了一个 哎 这样的小拱桥一样的形状啊 就是一个我们当前的这么一个 速度的一个显示 好 那本节课呢 上半节啊 就给大家说到这里 啊 我们说了这个 关键帧 辅助里面的几个属性啊 缓入啊 缓出啊 还有缓动 对不对 啊 我们先课前休息十分钟啊 大家呢 可以趁着这个十分钟啊 到软件里面 可以自己去试一试 随便找一个动画 或者拿这个火箭也行 拿着一个汽车也行 是不是 你可以添加上去 你看一看啊 因为我担心这个直播画面呢 你们会看不清 对吧 所以说你们先自己 自己拿这个 自己拿那个 那个那个软件 自己去试一试啊 分别 加一个关键帧 然后呢 给它改成 缓入也好 缓出也 缓动也好 自己先去体会一下 好吧 我们 哎 这个 待会休息结束之后啊 来看一下这个曲线的一个用法 好吧 看一下曲线的用法 OK 那现在呢 我们先休息好了 先休息十分钟好了 君子协议中止 我是说在课上的时候呀 上课的时候不要去操作 那课间的话呢 刚讲了热乎的知识点 你去实践一下 试一试 我感觉是 极好的 是极好的 不过 咱们上课的时候 一定要回来啊 就不要再操作了 是移动就自动打上关键帧了吗 是的 只要你画面上的一个位置 发生改变 它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关键帧 查作业 查作业们 明天查好了 明天打一课查 叫什么童年 满怀 可爱的童年 这个吗 没有颜色平衡 对不对 你可能用的是高版本的一个片 你可以用通道混合器 视频效果里面的通道混合器 我天哪 这什么歌啊 谁唱呢 用通道混合器就行啊 快乐星猫我喜欢 下手放快乐星猫 满足一下我自己好不好 快乐星猫 看着最远的地方 我记得猫不易唱了一个 看着最远的地方 挺好听的 那个模糊是在第一个关键针的时候就打开吗 你不管你什么时候 不管是什么时候 你只要把它打开了 你只要运动 它就会产生模糊 对吧 你可以先做关键针动画 你做完之后再打开也行 做之前打开也行 它只要是关键针动画 它产生了一个位移 不管是位移也好 缩放也好 都会产生模糊 看这首歌 比较搞啊 图片在外头很小 在A里显生特别大 怎么搞 同学们 同学这集课 我们上集课说了呀 上集课你听课了没有啊 是不是请假了 这类的东西啊 可以改它的缩放的呀 是不是 大了之后就变缩放嘛 把缩放调小一点 它不就小了吗 这首歌 这首歌 缓入缓入 在选中关键针 选择右键点击 有一个关键针辅助 关键针辅助 我是一只猫 快乐的新猫 周围猫起跑 音乐的符号 我是一只猫 带给你热闹 一起来舞蹈 你快乐就好 我的身体摇摇 嘴巴悄悄 我是快乐新猫 没有这首歌好像 王宇没有哎 好嘞 可以听听歌 也可以自己去软件里面 试一下 试一下 我们待会儿回来 待会儿回来上课 好的同学们 我按照惯例 这个时候我要去个洗手间 要不然下半节课 我可能会出点状况 诶 点错了 一起来舞蹈 你快乐就好 Zither Harp 我是一只猫 Star shining now 我自信自豪 还有点骄傲 我是一只猫 Star shining now 快乐没烦恼 永远不会老 我是一只猫 快乐的新猫 周围猫起跑 音乐的符号 我是一只猫 再给你热闹 一起来舞蹈 你快乐就好 我发誓 我是一只好猫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 风铃响起又是一天 云很轻 晒雨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 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 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 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 不应太久就能走到目的地 人来人往前传来好听的恋 万事善意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了 你也想念吗 不追不敢慢慢走回家 就这样去堵着年华 没有牵挂 只有晚风幸福着眼睛 怎么了怎么了 没保存什么呀 文件没保存吗 如果说你开了自动保存的话 在它那个工程文件的旁边 有些文件夹 你挨个打开 看就会有一个历史记录的 你可以打开 相对靠前一点的版本来做 我才去了两分钟吧 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 前面又绕不完的话题 对不起 是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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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材缩放不了 怎么个情况呀 是卡住不动了吗 老生再唱也不唱 啪啪�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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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a Dada Dada 微微笑起 嘴角最重要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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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a Dada Dada 微微笑起 嘴角最重要 Hey 你说雨多很美 爸爸我们去流浪 这歌挺可爱的 收藏了 收藏了以后挺 好 我们接着上课了 同学们 接着上课了 回来没有啊 来来来 同学们 等一下 刚才还在操作软件的同学 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 回来 童心 是的 我感觉我也有童心 哼哼哼 我也很喜欢听这种歌 OK 安文 回来之后 我先看一下这个笔记吧 是关于这个动画期限里面的一个 关键帧辅助 给大家介绍的三种 一共有三种 分别是缓入缓出以及缓动 那缓入呢 是一个快捷键Shift加F9 然后呢 只对关键帧左侧的运动有影响 关键帧左侧的一个运动 我们说两个关键帧 它左侧 所以说你会看到一个 它会慢慢的 结束的这么一个动画 慢慢的速度变慢的一个动画 这个呢 不需要自己科技去理解 你光看这些文字 感觉脑袋不够用 你自己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你添加一个缓入 看到什么效果就知道了 包括缓出 快捷键也可以不计 因为缓入和缓出 用的不是特别多 最主要的是一个缓动 它对两侧的运动都有影响 然后呢 你想要把这个 关键帧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可以按住Ctrl键 点击一下关键帧 就可以切换回正常的一个状态了 正常的话就一个小菱形 对吧 那缓动的话呢 是一个小沙漏 大概是这种形状的 对吧 你要记住它的一个形态 这个呢 还是要靠大家自己去试 添加上之后 试一试它都有一个什么样的 运动状况 运动的一个状态 好 我们现在来看曲线 曲线 当你给这个动画 添加了缓动之后 你看老师 现在已经添加缓动了 对不对 F9 添加缓动 添加完缓动之后啊 你可以来到一个 我们的曲线窗口里面 也就是这个 这个小窗口里面 点击一下 你会看到当前 关于位置属性的一个曲线 好 那这个曲线呢 我们现在先不来看它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坐标好了 那清风老师的数学 或者是物理小课堂又开课了 给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个 怎么看 我们先进一个合成 先进合成之后啊 我先随便画一画好了 画一个坐标轴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坐标轴 这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东西啊 或者说物理上的 把它往下拖一拖 然后呢 放大一下 给它添加上一个文字吧 它从左到右呢 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这些操作啊 这些线啊 画线啊 这些东西 我们这节课不讲啊 我们下节课再讲 同学们呢 先不要 先不要管我怎么弄的 好 我们建立了一个坐标轴 这个坐标轴呢 分表代表了一个 左边这条线呢 是一个时间啊 上下这条线呢 是一个速度 我现在呢 随便画一条线啊 同学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速度状态是怎么样的 你比方说啊 我画一条从这儿到这儿的一条线 好啊 那如果说这条线 看它的一个单位啊 随着时间的变化 你看 它的速度会发生怎么样呢 有没有同学告诉我啊 这个 这条线啊 它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趋势 是怎么样的 同学们可以看出来吗 变快 OK 同学说变快 很好理解啊 从左到右呢 是时间 也就是它从0啊 第一秒第二秒第三秒 第四秒第五秒 假如说这个是第五秒的话啊 在这个位置第五秒 然后给它往上一标啊 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啊 这个位置对应的速度啊 在这儿 那速度的话呢 也是从0啊 慢慢的变快变快 先把它给关掉 这条线就好了 OK 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动画啊 就是一个加速度的一个动画啊 同学说的非常对 对不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看这个线慢慢的啊 从第0秒的时候 它速度为0啊 慢慢走慢慢走慢慢走 随着时间图一样 它速度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所以说这条曲线呢 或者这条直线啊 它是一个加速度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吧 那相反呢啊 相反就很好理解了 相反 它就是一个变慢的嘛 对吧 比如说这儿从这儿到这儿 它刚一开始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很快的 第一秒的时候呢 它速度 比方说这个标的是100 最高的是100 第一秒的时候是100 到了最后的时候呢 变成了1 是不是 所以它的速度呢 就是从快慢慢的变慢的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刚开始快 然后呢 慢慢的变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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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这个呢是一个 它曲线的一个逻辑关系 逻辑关系 好 我们现在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合成里面来 我们看到这个曲线 OK 那现在这个曲线 按照刚才老师给大家画的那个坐标柔来看的话 那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 大家能看出来吗 把它搬移过来也是一样的 这个呢代表X 这个代表速度 这个代表时间 你看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它先慢慢的慢慢的 这这这这 你看到这 它是不是变快的呀 由刚开始的慢 先加速对不对 然后呢 再减速 由慢到快 到了最快之后呢 再慢慢的由快变慢 对吧 先加速 到了一个峰值 也就到了最高速度的时候 往后走上 再减速 所以说 就对应了一个 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一个动画 火箭呢 会先慢慢的加速 然后呢 到最后再慢慢的减速 所以说这个呢 就直观的展现在了一个 我们的动画曲线上 先加速 这个地方最快 这个地方最慢 好 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调节 它下面的这个曲线的曲率了 你比方说 我把它往左调 这个呢 也靠左 它曲线呢 变成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一个样子 啊 现在你告诉我 我先不给大家看了 先不给大家播放动画 这个时候啊 哎 你告诉我 它的一个运动状况状况 是一个怎么样的 刚开始到顶了 啊 我更改完这个曲线之后 你会猜 你猜一下这个动画变成怎么样 先 告诉我先怎么样 后怎么样 又快变慢 对不对 它刚开始是不是最快的呀 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来播放一下这个 看小火箭啊 看到没有 搜的一下 像弹射起步一样 搜一下 啊 先快 后慢 先快 后慢 对吧 好 那我们把它反过来的话呢 把它往回调 啊 把它往右靠 这个呢 也让它往右 好 它就变成一个怎么样 由慢到快的一个过程了 你看慢慢的很慢 然后速 变快 啊 我老师喜欢给它加配音 哈哈哈哈 啊 那通过这个曲线调节啊 你可以实现这么一个 它它这个曲线的一个变化啊 同时呢 也会改变它这个关键帧的一个速度 啊 那调节的办法呢 同学没看到了 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择啊 前面一个小点 还有后面一个小点 那这两个小点呢 分别代表了你两个关键帧 啊 这么一个关键帧 这么一个关键帧 那点到关键帧之后啊 它会有一个小扳手 或者小出手 这类的东西啊 你可以左右的拖动它 来更改一个曲线的一个变化 啊 它放的很大 把它缩小一点 看到没有啊 可以这样来更改 好那假如说这样的话 它不是由慢到快 然后再变慢 是不是啊 由慢到快 然后再变慢 OK 啊 给大家重新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曲线 速度曲线到底是怎么编辑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窗口给关掉 把它位置上的关键帧呢 啊也给删掉 我再从头到尾的给大家演示一下 啊怎么样来更改它的一个曲线 以及怎么样把曲线窗口给掉出来 我们首先呢 需要给它做关键帧 啊 也就是火箭的一个关键帧 动画 我们先给它做上关键帧啊 第一秒的时候呢 往右飞 飞到这个地方来 让我们得到两个关键帧 对吧 对吧 当你得到了关键帧之后啊 其实已经可以查看它的一个曲线了 我们选中这两个关键帧啊 选中之后 来看一下 哎 这个时候呢 它没有曲线 它是直线 看到没有 它是直线 同时呢 你看 倒是也可以改 但是呢 不直观啊 所以我们怎么样啊 我们可以先给它添加缓动 你看我们有了两个关键之后啊 给它添加缓动 按一下F9 变成缓动状态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选择这个关键帧也好 或者说选择这个位置也好 点击这个位置也好 再打开它的一个动画曲线 它会自动的变成一个曲线的一个模样 方便我们观察 所以说啊 操作步骤就是 先打关键帧弄画 做完关键帧弄画之后 选中啊 你这两个关键帧 按一下F9 给它添加上缓动 在缓动的基础上 再点开它的一个曲线 OK 点开曲线之后 这个时候没有了 你看没有了怎么办 是因为你没有具体的选中 它哪一个属性 你想调节它 哪一个这个这个属性的一个变化呀 你需要的是位置 所以说你点击一下位置 它就会出现 一定要选中 要不然不会出来 好吧 然后在这个曲线界面下呀 同学们如果 来进行操作的话 可能跟我的不一样 你需要简单来设置一下 我们在当前曲线窗口里面 点击空白的地方 右键 右键呢 你看它有很多打勾的地方 你按照老师这个顺序 把它依次打上勾就行 注意 一定要选择编辑速度图表 一定要选择这个 假如说你不选择的话 你看我现在就没选择 我现在选择的是编辑值图表 你需要从编辑值图表中 把它切换成编辑速度图表 点一下 它就会出现曲线了 那这点呢 同学们可能有点懵 所以说进入软件的时候 你要先检查一下 看到没有 当曲线不一样 或者说曲线没有产生出来的时候 你需要在编辑器右键 只勾选这三个就好了 一个是自动缩放高度以适合视图 一个是显示选择的属性 一个是编辑速度图表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编辑速度图表 看到没有 一定要把这个给勾上 编辑速度图表给勾上 勾上之后才会出现一个我们动画的曲线 对吧 那如果说还不显示的话 检查一下有没有选择 选择它的一个位置 选择你关键帧的一个属性 在位置上做的关键帧就选择位置 在这个缩放上做的关键帧 就选择缩放 就可以了 就可以显示出一个曲线来 那曲线的调节办法呢 也很简单 在它左右两个小点下面呢 有几个小触角 你可以拖动它左右的拖动 更改它曲线的一个曲率 那曲率呢就参照我们刚开始 刚刚所给大家讲的那个 X轴Y轴 它里面的一些变化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啊 现在先把这个火箭给删除 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案例 来体会一下我们的曲线的一个用法 还有它的一个强大之处 我们现在呢先找一个篮球过来 篮球唱跳rap 以及我们的这个东西 就这个玩意儿 它叫篮球 对不对 很多人已经忘了它要篮球了 都喊它昆球 好 我们把这个篮球呢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呢 我们缩小一点 比方说给它一个20吧 OK 20 这个不是作业 这个不是作业啊 这不是作业 我们现在呢 来做一个简单的篮球拍打的 这么一个动画 那个就很简单嘛 直接在它位置上可以针就好了嘛 在位置上原始状态 然后在上面 过一会儿时间呢 让它掉下来 再过一会儿时间呢 再让它弹上去 再过一会儿 再让它下来 好再过一会儿 再让它上去 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 篮球这么一个蹦打的这么一个动画 但是这个动画呢 有点快 我可以选中按住out键 把它往后拖一拖 慢慢的看 这个动画呀 嗯 你说的正常吧 也正常 说的假吧 也假 谁家篮球蹦在地上之后 它会匀速的运动啊 是不是 对吧 非常假 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曲线的一个控制 来把这个篮球呢 做的一个 比较真实一点 那真实的篮球 它往下掉的话 是不是它会越来越快 砸到地面的一瞬间 它会弹起来 对不对 弹起来之后 啊 当它越来越高的时候 会受到地球重力的影响啊 是不是 它会变慢 对吧 那相信这个呢 大家一定有直观的感受啊 毕竟谁没见过篮球嘛 是不是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曲线 来把它的一个拍打的 这么一个动画嘛 给它做的像一点 好 这个时候啊 哎我们就要用到一个曲线了 按照我们的操作步骤 我们关键帧已经得到了 啊 得到了关键帧之后 不要忘记啊 要选中关键帧 按一下F9 来给它添加缓动啊 先把我们的曲线给弄出来 添加完缓动之后呀 然后再打开一个 我们的曲线编辑器 OK 啊 它所有的曲线呢 都在这儿了 一共一二三四五五个关键帧 啊 四条曲线啊 四个弯曲的一个曲线 好 我们依次来调一下 啊 依次来调一下 那现在呢 就需要怎么样 用用我们这个生活常识来进行调节了 啊 我们现在刚开始啊 篮球是往下掉的 那掉的过程当中啊 它是不是越来越快的呀 是不是越来越快的 所以说 它是一个加速度 对吧 它是一个加速度 好 那如果说加速度的话 同学们啊 我应该把曲线往哪个方向调呢 同学们告诉我 哎 我是这样呢 还是这样呢 同学们想一想 加速度越来越快 哎 我是这样 还是这样 往左 还是往右 往左 还是往右 哇 同学们说 往左吗 你看 看我们的曲线 往左的话 它一开始的速度是快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它一开始是慢的呀 对不对 所以说要往右嘛 啊 往右呢 它是一个加速度 它会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对吧 好啊 那我们来调节一下 我们选中左边这个小出手 把它往左拉一拉 然后呢 右边这个呢 也往左 也往右拉一拉 说错了 是往右 来让它这个曲线啊 形成这么一个啊 慢慢的一个加速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播放一下 哎 你看 越来越快 哎 对不对 好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个第一个动画 第一条曲线已经调完了 那篮球啊 它在往上弹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速度啊 是不是由快变慢呀 对不对 它弹起来的一个是一瞬间 因为一个反弹的作用力 它会变快 然后呢 再往上的时候 随着这个引力的影响啊 它会变慢 对吧 所以说啊 有天说对了 这次是往左啊 这个时候往左调 好啊 往左调一调 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蹦我下蹦蹦起来 哎 看到没有 啊 那这段动画呢 哎 我们就看起来比较舒服了啊 因为它符合一个我们真实的一个规律 好 嗯 其实在这里呢 嗯 也有一些类似于口诀的东西 啊 因为我们光靠脑子记 哎 我是该往左调啊 往右调啊 往右调的话 这个速度是变快啊 还是变慢啊 啊你还得行思行思啊 还得结合一下算一算 对不对啊 有一个反应时间 其实啊 嗯 我们不需要这样 老师呢 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啊 你只要把它记住就好了 就是 是 快往右 然后呢 慢 哎 慢 慢 往左 那快往右是什么意思呀 啊 就是说 当它速度越来越快的时候 啊 你需要往右拉 当它速度越来越慢的时候 你需要往左拉 好 我们根据这个 啊 快往右慢往左的一个定理啊 来试一下啊 来试一下 继续调一下一个曲线 好 我们往后走 ok 到这里了 到这里它弹起来之后 是不是又要往下落了 看到没有 啊 往下落了 它是一个越来越快的 对不对啊 根据我们的快往右原则啊 越来越快就往右 选择这个小手柄 哎 往右拖 这个呢 也往右拖 好 蹦起来 然后呢 哎到最后一段的时候 你看 我可以拖动这个时间轴啊 拖动上面这个小东西 这个小滑块 你可以左右的去观察它 啊 现在呢 它又弹起来了啊 弹起来的时候呢 它是慢慢越来越慢的 对不对啊 越来越慢的 然后呢 根据我们的定理慢往左啊 快往右慢往左 慢往左的话 哎 选择最后一个曲线 往左拉啊 右边这个呢 也往左拉 ok啊 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 其貌不扬啊 其貌不扬啊 其貌不扬的一个曲线 对不对 那他们之间的一个高低啊 其实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是因为你关键帧 他这个位置不对啊 没有说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他弹起来之后弹的一个高低位置不一样 所产生的 不必纠结 只需要曲线对了就可以 好啊 那我们先把这个面板给关掉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球的动画是不是一个正常的 弹一下 弹一下 对吧 好 那这个呢 给他往后拖一拖 他就可以变慢点 因为什么啊 你看我刚当时随便拉的 他之间的一个距离呢 并不是很均衡 往后拉一拉 对吧 所以说啊 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呢 你们在说什么呀 没看见上面有个人拍球 来来来来来 不要瞎找话题聊啊 不要瞎聊不要瞎聊 接着看我们的曲线啊 接着看我们的曲线 好 我们就可以根据曲线啊 来制作一个这个这个 啊 篮球的这么一个动画啊 这不光是篮球 其他东西也是这样的啊 慢慢的 那么慢慢的 对吧 这个呢 是一个我们的曲线的这么一个用法啊 他有里面有一个定理就是快往右慢往左 这是简化啊 真正翻译过来 真正把它拓展开 就是越来越快就往右啊 越来越慢就往左 那这个左右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你一个啊 他曲线的一个小手柄的一个位置啊 往左拉往右拉 对不对啊 其实代表的是这个啊 你看我拉的程度太高了之后 刚才看着不是特别那个顺畅啊 我们就可以让他 再稍微的调一调 稍微微调一下 啊 这个时候看起来 啊 就稍微好一点 OK 这是一个我们的曲线啊 我们的曲线 其实曲线真正难的地方 就是理解他一个加速减速的一个变换 也就是刚才老师给大家画的这么一条线 其实他也不难啊 我们数学当中都学过 只要你会看这个坐标轴啊 知道他一个曲线的走向 就就可以玩明白这个曲线了 那只不过呢 我们需要调节的 我们调节的时候啊 需要有点耐心啊 然后仔细的思考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状态 他是越来越快呢 还是越来越慢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啊 我们这个曲线的调节办法 以及他啊 他的一个作用或者是效果 同学们看明白没有 有没有问题 明白了解 OKOKOK 好嘞啊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笔记好了 曲线变化啊 没了嘛 就这些东西了 后面还有倒出啊 待会再说 曲线变化啊 当曲线越陡教的时候呢 数值变化越快 速度增加快 越平缓 也就越慢 增加的越慢 其实这个呀 我倒不希望给你们看 因为你光看这些文字去理解它的话呢 你不够费脑子的 不给你们看 直接记住老师所说的话 快往右 慢往左 越来越快 往右拉 越来越慢 往左拉 拉出来这个曲线呢 就是一个怎么样 哎 你合适的一个曲线呢 就是符合你当前运动速度一个曲线了啊 好 OK 呃 就是关于曲线的一个运用啊 一些我们的MG动画里面啊 或者说是一些卡通动画之类的东西啊 还是会经常用到一个我们的曲线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给删了好了 对今天主要讲关键帧还有曲线啊 所以说关键帧啊本来是呃 需要大篇幅来讲的 因为关键帧的节课 我在片里面也跟大家说的差不多了 同学们也掌握的不错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啊 很简约的说的是关键帧就过去了 好的啊老师再讲一下快捷键是不是 OK啊老师呢 先把作业讲完再讲快捷键好吧 先把作业讲完 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作业好了 对作业也是曲线加关键帧啊 那这个作业呢先导进来给大家看看好了 作业素材啊一共是这三个啊 分别是一个样片一个PSD啊 以及一个音效 好点击导入 啊今天的知识点不多 但是呢很实用都是些很干很干的干货 啊都是些干货 感觉今天作业不难吗 哈哈哈哈 好啊我们先把PSD给删掉 我们刚才导出的时候忘了调节设置了 先把它删掉 重新导入一下 OK啊 PSD点导入 导入的时候 这个时候同学们啊 不要忘记 你刚才导入的是一个PSD文件啊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呀 合成保持图层的一个大小 对不对啊 应该选择这一项啊 这一项 然后呢 可编辑的图层样式 点击确定啊 他就会以一个合成的方式导入进来了 然后呢 双击一下进入到这合成里面 不拖堂都不习惯了 说这句话 竹锋等着吧 等着好不好 我们今天这些课的知识点呢 确实不算太多 等我们往后讲 你就备好这个夜宵和零食瓜子吧 我感觉 会不会一个作业还是比较麻烦的 先看这个啊 先看这个作业 我们先看一下样片好了 双击这个样片 啊 一共是四秒吗 四秒好短啊 播放一下 啊 上吊小人啊 看起来挺恐怖的 哎 挡过来 比如把它弹开 现在再挡过来 比如把它弹开啊 就这么一个反复的一个小动画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好了 你看 啊 左右啊 摆动 就拿这个来说啊 同学们想一想 这个他左右进行摆动的一个动画 是拿什么做的呀 同学们 先想一想 想一想想一想是拿什么做的 也是问那个五大基本属性 旋转 OK 啊 路师说的很好 锚点位置 更改旋转 你看 这位同学一定阅读理解特别好啊 语言表达能力特别好啊 一句话 把两个关键词都说出来了 关键点都说出来了 对吧 给我们的一个啊 锚点更改一下 把它放在这儿 然后呢 给他做一个 哎 旋转的一个动画嘛 对不对 是吧 然后呢 知道了这个之后啊 还有一些啊 当过去 这个呢也是旋转 并且啊 他的这个飘荡的一个动画呢 你看哎 他有快有慢 有快有慢 啊也是一个通过曲线来进行编辑的 是不是啊 那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 包括一个影子啊 影子呢随着我们这个小家伙 摆到这的时候呢 影子会跟住他 那这个跟到这儿 那中间这些兄弟们呢 中间这些啊 会有一个简单的位置变化 你看到没有啊 当他砸动了砸中的一瞬间啊 晃到一下 OK啊大概呢就这些东西最后面的云啊 无所谓了啊 直接做个位置动画不就好了吧 是吧 好 我们先回过头来啊 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作业 他你看打开合成之后头啊 他分了好多层啊 围巾小女孩狗头大牙啊 以及底下的一大堆的一些东西 是不是啊 所以说当我们遇到了遇到了这个图层非常多的时候啊 你看他的名字呢会非常清晰啊 一二三十五六七 云也好 光猴猪头 对不对 是为了很好让你分辨啊 假如说你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呢 遇到这种这种这个素材的话啊 他素材很乱的话 你不不方便管理 那我们现在一眼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 并且来操作他们了 是不是 好我们现在做第一个动画啊 第一个动画呢是关于我们的一个围巾哥 啊这个围巾哥 他从上面掉下来这么一个状态啊 那这个时候呢 也可以把作业拖过来 当做一个参照 是吧 我们的作业 拖过来 拖哪去了让我 在这呢 是不是 然后呢 把它稍微缩放一下 放在一个 哎 左上角 大概的这个位置 我们看着他的一个状态啊 参照来做哈 好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作业有四秒啊 作业只有四秒 你看到没有 哎就是我们实际片子啊 只有四秒 哎这个面板跑这来了 直接拖到这来 ok啊 只有四秒 你看那我们的合成呢 哎有点长 我们的合成足足有十秒 对不对 啊这个时候呢 我可能需要把一个合成的设置给改一下 把持续时间呢 也给变短一点 好啊 改一下合成设置 kntr加k 啊也可以 在合成里面更改合成设置 啊也可以 把它的一个 十秒钟啊 太长了 改成一个 零四啊 四秒钟 好那四秒钟呢 啊就跟我们的一个片子的一个时长一样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啊 样片上原始的一个位置啊 我们的这个围巾哥 他是在空中的一个状态 我们先把这个部分给做一下 我们找到围巾啊 你可以在屏幕上点击一下这个围巾 看看钉铁框出来之后 是不是选中的围巾 然后再看一下下面是不是围巾 对不对 假如说你还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点击小眼睛把它关闭一下嘛 啊来确定这一层就是围巾 并且它的名字呢也是 好 这个时候呢 哎我需要给它调节旋转属性 在调节之前呢 我要动一下它的锚点啊 你看它锚点现在是在中间的 假如说啊我直接按一下键盘上的R键啊 来更改它的一个旋转 你会发现哇它会这么转啊 不符合我们的常理 所以说我们需要把锚点往上移 好 同学们啊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我怎么样把锚点移到上面去呢 啊我需要怎么操作呢 或者用什么工具呢 同学们想一想 在片里面可以直接拖 但是呢 哎在AE里啊我拖不动了 想一想 哇还有同学说钢笔 钢笔不是的 工具栏是不是 工具栏里面我们昨天刚讲了有一个什么工具啊 啊四方位置 就这个东西 工具栏第六个 OK啊是一个我们的锚点工具啊同学们 我们昨天刚讲了啊 甚至还有人会记得快捷键是Y键对吧 好我们选择锚点工具啊 当这个选择了这个工具 就在这个状态下你才可以更改你素材的一个锚点 我们把锚点呢 往上拖拖拖把它拖到最上面才行 那拖拖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啊 按住之后 可以发生一个你看啊 固定的啊 上下位置不变的这么一个挪斗 直到把它往上 还吸附在一个我们的定界框上 看到没有 把它吸附在上面 好 那我第一个锚点已经改完了 改完之后啊 其他的也需要更改啊 慢慢改啊 我们选中第二个按住Ctrl键 把它往上改啊 吸到上面 还有这个小狗 往上放 还有这个绿色的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也往上放 把它所有的都放在上面 注意啊 要把它吸在一个定界框上 或者说不吸定界框 你要保证他们的位置都一样啊 这样的动画呢 才有效果 才会一致啊 才会一致 OK 我现在呢 把所有的锚点呢都放上去了啊 那这个时候啊 我再移动它的一个缩方啊 它的一个旋转啊 你看比方这个围巾 我再动它旋转 它是不是就跟我们动画一样了 对吧 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好啊 那它刚开始的时候呢 先让它在左边出现 我们更改它的旋转啊 把它调在左左边啊 就给它一个30度吧 大概在这个位置 好 在这个位置呢 给它添加一个关键帧啊 记录一下它当前最初始的一个位置 好 旋转啊 天然关键帧了 然后随着时间推移呢 大概是在我看看啊 第一秒的时候 第一秒 第一秒的时候 让它旋转的属性呢 归零啊 也就是让它再转回来 啊 转回来 到这个位置啊 归零打数值好了 整数再转回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啊 这个围巾啊 从左上方旋转摇下来 这么一个情况 好 摇下来之后 砸中 这个其他的一个小人啊 俗称那个隔山打牛 对不对 隔山打牛 把旁边一个这个光头给震飞了啊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第一秒的时候啊 啊 去更改光头的一个位置 OK 选中光头 看到没有选中他 选中之后 在底下找到啊 光头 你看被选中了 然后按一下键盘上的一个二键 OK 啊 在当前状态给他记录一下 他旋转那个位置 他没有动 是零度对不对 然后往后走啊 大概是在第二秒的时候啊 让他也旋转30度 那这个30度啊 就得是负30度了 因为他转的方向不一样嘛 对吧 那现在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啊 最简单的一个 飘过来 隔山打牛 传劲上去啊 再上来 上来之后啊 你看 他飘到最最上方了啊 他往回呢 往下呢 就往回走了是不是 大概是在第三秒的时候 是第三秒吗 OK 第三秒的时候 好 你看第三秒 第三秒的时候呢 我再让他转回来 也就是啊 给他改成零 好 转回来之后 我们这个围巾格 他是不是又被弹飞了 我们找到围巾 找到围巾 你会发现 假如说啊 在这个地方 我让他做关键针的话 我是不是需要 先给他固定一下呀 你看 当前这个围巾呢 他是在左边啊 这两个关键针呢 让他砸了下来 然后啊 等这个光头在运动的时候 他是一个空档期 等他再砸下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啊 要跟原来一样 把他前面这个啊 当前的一个数值 也给他记录一下呀 对不对 并且他们的数值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关键针 和他前面的关键针数值一样啊 只有一样了 他才不动吗 对不对 他才不会动 好啊 先给他听见关键针 然后往后走 大概第四秒的时候呢 让围巾呢 再往上飞 给他一个30度 再飞上去 好吧 那么就得到了一个 呃 第一部分的一个动画 就是一个飘荡 或者摆荡 砸过来砸过去 砸过来再弹飞 是吧 嗯 好啊 那除了这个呢 我们先把这边做完吧 先把这个最难的地方给做完 然后呢 其次再去调节他一个影子啊 或者其他一个部分 好啊 我们先找到围巾 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调节他的一个属性了 调节他的一个什么属性啊 曲线啊 调节他的一个曲线 我们啊 先选中他所有的关键针啊 框选也好一个个加选也好 先把它选中 然后按下键盘上的F9 OK 按一下 然后呢 进入到啊 当前围巾的旋转属性的一个曲线里面啊 你会发现可以看到他这个曲线 从左到右啊 一共是两段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 也就是啊 第一秒这个位置 好 想一想 当我们一个物体啊 从高处往下落的时候 它的速度是怎么样的来着 是不是越来越快的呀 加选是按住Ctrl吗 啊 是按Shift 按住Shift 啊 再框选也可以 Shift OK 是越来越快的 对吧 好 那越来越快 根据我们的法则 越来越快 往右 是不是啊 越来越快 往右条 好啊 想都不再想的 直接 选中一个我们当前的这么一个小点 也就是第一个关键针 给他往右拉 注意啊 不要上下的挪动啊 要给他平行的挪动 往右拉 OK 拉到你觉得啊 差不多了之后就松手 然后这个呢 也往右拉 啊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曲线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啊 他是不是越来越快的 哎 对吧 越来越快 好 砸过去 砸过去之后啊 你看光头回来之后 再砸过来 到了我们的后半段 后半段 他现在要被击飞是不是 啊 后半是被击飞 他击飞的一瞬间 啊 他的一个速度是怎么样的呀 啊 一个力给到他 怎么样 想一想 这还得懂物理才行啊 其实物理就是常识嘛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他也是啊 他是越来越慢的 对不对啊 刚开始快 他是越来越慢 他后面才慢下来 对吧 哎 那越来越慢就往左啊 往左调试一下 往左调啊 刚开始他速度很快 因为他受到了一个力的冲击啊 那一瞬间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什么往左调 OK啊 就得到这么一个曲线啊 来看一下 首先砸过来 蹦过来之后被光头砸回去 OK啊 是一个力从大到小 那假如说啊 他这个力太大了怎么办啊 调节一下曲线的一个曲率呗 是不是让他不让他不让他这个棱角 这么高 让他看起来比较圆滑一点 对照一下我们左边的是不是啊 左边呢 他大概是这么一个形状 那我们这个明显偏尖了嘛 好了 把他可以试着让他调一调 让他像 调的一样一点 OK再来看一下 哎这样就舒服了是吧 好 哎这是一个我们围巾啊 围巾已经调完了 先返回到上一层啊 把他这个曲线边境的先给关掉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调一个这个光头 好 找到光头啊 再来给他进行调整 还是选中他的一个关键针 添加F9 缓动一下 然后进入曲线的一个编辑器里面 好啊 那曲线呢 从这里开始的啊 是这么一个形状 好 那么先来看他前面这一段 也就是老师啊 从左到右的这一段 我们来看一下 当他一个力砸到他的时候啊 他是很快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会越来越慢 就一看他后半段是越来越慢的 对不对 刚开始快 后边慢 是不是 我们说越来越慢 往哪来着 OK啊 左边 好 好 越来越慢 往左 让他左边初始的速度呢 很快 OK啊 我说挑一挑 让他有一个 蹦 飞走啊 那如果说感觉这个质不大的话呢 再把曲线给他调的陡峭一点啊 再往左拉一拉 蹦 过来 好 当他回来的时候呢 他是越来越快的是吧 越来越快 快往右 越来越快就往右 往右拉 好 就得到了这么一个曲线 看一下 砸过来 飞过去 再砸过来 再飞过去 好 简单的看一下他一个形态的变化啊 来简单的做一些调整 比方说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太慢了 我再让他再快一点 哎 这样呢感觉差不多 好 哎我们调完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这个光头 还有第一个围巾已经调完了 我们得到了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动画 好 我们来看一下样片啊 样片里面呢还有一些小动画 就是这个传例的这几位同学啊 当他砸到他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个位置的变换啊 不是位置是旋转也是旋转看到没有 也是旋转 啊 马上回来 好 把这个地方给做一下啊 这个地方就很简单了 是不是 只需要更改旋转的一个数字就好了 并不需要动曲线 我们先把作业哎 直接扔到旁边算了 不看了 嗯 好 当他砸到他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第一秒钟的时候 我们选中当前这个小女孩 啊 选中之后呢 按shift进行加选 啊 选中小女孩 小狗 小绿色的东西 然后 这个大叔 书头 啊 大胡子啊 选中这几个图层 然后啊 按一下键盘上的R键 也就是一个旋转的一块键 你会发现啊 他会把你当前选中的所有图层的一个旋转都给展示出来 好 也就是第一秒的时候 我们把所有的图层都给打上观点针 啊 只需要点一下 你看他所有的就给你添下观点针了 好 我不是让他哎 在第一针的时候啊 往后一针按一下page down 往后一针 往后一针的时候呢 统一的给他一个旋转啊 至于往哪转我还不知道 我试一下 比如说 右啊 是不对的 是往负数方向走 那负数的话 就给他一个负一好了啊 偏移负一度 OK啊 就得到一个这样的 往右动 嗯 那假如说啊 挨的比较近的话呢 你可以调的慢一点啊 我让他两针好了 再往后一针啊 再往后一针的话 就把他关键针呢 往后挪一挪好了啊 选中这些关键针 注意看啊 有的时候呢 比较小比较难选 往后拖 哎 拖到一个我们两针的地方 你看第一针 第二针 啊 让他慢一点 好 我们现在呢 嗯 再让他回来啊 再回两针 一 二 那再经过两针啊 把它改成零 它就回到原来的一个位置了啊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像抽搐一下的 这么一个动画 你看 哎 抽搐一下 连起来看 对吧 其实是发生一个旋转的一个变化 对吧 所以说 我们这部分就做完了啊 第一秒的时候 蹦一下 好 嗯 再往后来啊 我们光头回来的时候 同样会砸到他 也就是在我们第三秒的时候 啊 选择第三秒 第三秒的时候 你看他刚挨着猪头 好 再一次的给所有的这些啊 其他的这个人物呢 添加关键针 点左边 添加上一个关键针 然后呢 依旧还是两针之后 一针 两针啊 两针之后呢 让他发生一个偏移 我又忘了往哪转了啊 这会是正的啊 正的 让他正一好了 往右转一度 然后一 二啊 两针之后呢 再让他回来改成零 好啊 那这部分也做完了 让他往左抽一下 你看右边 打动他时候 往右抽一下 回来的时候 往左抽一下 对吧 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OK啊 这是一个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小女孩的一个动画 嗯 那其实啊 我们再看看画面里面还有什么内容 他其实有一个影子 对吧 有一个影子 影子呢 要跟上一个我们正在运动的来 一起动 对吧 把影子也做一下吧 首先左边对应的肯定是围巾的影子 是吧 好我们找到影子 影子一 影子一 那么最原始的地方呢 跟我们的围巾保持一致 需要更改他的一个位置属性 是不是啊 目前离到比较远 点击一下P键 把他位置调出来 通过在X轴上呢 进行一个调整 让他跟我们这个围巾啊 让他对上就可以了 对着他 好 在位置上添加一个关键针 OK 添加完关键针之后呢 在第一秒的时候 砸下来 同时呢 让影子呢 也往右走 继续的跟在一个围巾的下面 好 OK 跟在围巾下面 因为我们的影子也需要调节曲线嘛 是不是 我们先不着急 先把最基础的给他做好 然后回过来的时候 就第三秒的时候呢 再一次给他影子 位置添加一个关键针 因为这两个数值必须保持一致 这段时间呢 他们是不动的对不对 影子没有发生机动 然后呢 第三秒到第四秒 哎 让这个影子呢 接着跟着一个围巾走 所以不要拖错了啊 拖动一个我们的这个素材 至于拖的时候啊 你要按住shift的键 看到没有 按住shift的键 它可以实现一个笔直的一个拖动 按住OK 再把它回来 好啊 影子呢 也做完了 但是现在影子呀 因为由于没有曲线的调整 所以说它很生硬 我们来把影子的曲线给它调一调 好的 选中一个关键针 按shift加选另外的关键针 所有的关键针F9 缓动一下 然后进入曲线编辑模式里面 好又来了 再一次来研究一下 刚开始围巾往下砸 往下砸的时候 它速度是越来越快的啊 根据越来越快往右的原则 好我知道了 那我要把关键针往右条 形成这么一样的曲线 快往右 好大概是这么个样子啊 看看能不能对上 右啊 差不多能对上 你看 能对上 好 而它在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呢 它是越来越慢的 围巾呢是越来越慢的 对不对 啊越来越慢就往左 好 哎 往左条 往左条 选中 往左一点 啊 同时幅度不要太大 所以不要点错了不要点错了 OK 啊来看下效果 看能不能跟上 啊好的啊能跟上就行 有的人说今天有作业是吧 这个就是作业 这个就是 所以任人听啊这个就是作业的 好吧 啊那我们第一个影子啊已经调完了 啊也就是围巾的影子 我们现在回过头去来调节下光头的影子好了 光头的影子啊就是这个选中它啊叫做影子7啊影子7 好那影子7啊对应的我们的光头啊光头是什么时候发生变化的第一秒的时候啊第一秒发生变化了所以说我们选中影子7就是说当你说你的时间没有卡那么准的话因为老师都是在第一秒第二秒他比较一个整数的时候来进行卡的对不对啊你可以怎么样直接选中这个光头吗 选中光头按下U啊他关键帧不就出来了吗啊你直接在关键帧给他相对应的底下 那么底下之后啊来更改他他影子的关键帧他是一个完全卡上的 对吧我按下P OK啊在位置上给他打一个关键帧啊你看他们两个呢是完全重合的在一条线上看到没有啊这样的动画呢保证他们是同一时间动同一时间结束的对吧 好的哎我们先给他添加一个关键帧然后呢光头这个时候会飞走就看飞走往右飞啊大概在第二秒的时候呢啊他会停留在半空中 好选中影子7把他的位置呢给更改一下老师屏幕很大所以说不是很好观察啊先拉小一点把他的一个位置呢往右拉啊 拉到一个光头的底下 OK大概这个位置能对上啊好啊让光头回来回来的时候呢影子跟上啊这时候再把影子呢你可以按一下用这个数值拖动啊也可以在画面上拖动都可以啊不过在画面上拖动的时候你按住shift 保证保证它是一个笔值的状态 好啊就得到了一个光头的影子 是吧那光头影子呢啊也给他稍微做一下 F9幻动 进入到啊当前影子的一个曲线里面 好又来了 刚开始的时候越来越慢啊刚开始快越来越慢就往左好往左条 ok看一下 好差不多然后呢他往下的时候呢是越来越快的对不对 键盘又丢了 键盘什么时候丢的同学们 键盘什么时候丢的我刚才看了还还还有啊 稍等要把键盘再给你们整出来好吧 哎这键盘呀这老是崩溃崩溃了也不提示什么有时候不知道 好了有了有了有了啊有了有了 很久了我也不搭理你们 我在做东西啊 所以说 当我在专注讲课的时候很有可能看不见弹幕的同学们 很有可能看不见弹幕啊 抱歉抱歉抱歉 好好好好好 我们再往右啊往右往右 ok啊我们的影子要回来是不是啊回来 回来的时候啊所以我们的光头他是一个越来越快的啊越来快怎么办啊越来越快就往右 再往右拖 所有的都往右拖 哎差不多能对上了 好我们这个动画其实已经调了大半了 啊可以把所有的图层的都给啊 先给收起来看一下 已经蒙了吗同学们不能蒙吧刚才那个曲线你们完全理解的很好呀 这里就是比较比较操作比较复杂而已啊你只要会做一个其余的就是时间问题了 云的话更好弄了云的话直接左右移动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对吧 好我们可以先来观察一下是不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啊其实这个主体已经看出来了 ok啊左边动 敲过去之后啊再回来 同时呢他的影子啊他的一个运动状态呢 也跟我们上方的人物是保持一致的 对吧 好这是总体的一个效果 嗯还有一些细节没有完善我们来给他啊完善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几位同学底下的一个影子 是吧也要给他做一做 好我们选中这几个影子 一二三四五啊 这五个影子 选中的话就是按住 shift加选看到没有 你看我这又丢了我天哪 啊没没丢吗 为什么不显示呀 我明明按shift 他为什么不显示呀 哎呦呦呦 匡选关键帧按f9再点曲线吗 对的对的 有的人说听懂了又没完全听懂 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怎么样下课之后自己去试一试啊 然后再看看回放啊 你不可能一遍学会的 我我很早之前就要强调这个问题了 哈就是说呃先听的过程当中的你肯定听有时候听听懂的听懂一半 对不对 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听的半懂半不懂的时候先听了一遍然后再去自己回去操作啊操作的过程当中啊你可能又不会了 不会了时候这个时候再回来看看回放啊这个时候你就会了同学们啊假如说你一遍就能听懂并且连操作都不操作的话 那你是个天才那你是个天才啊所以说一样的同学们一样的 先听好吧 然后自己操作的时候如果说遇到不会的啊再来看看回放 是吧再来看看回放啊再跟着老师一起做 好我们先把后续给做完吧先把后续给做完 我们呢啊选中了几个影子选中的话呢按shift可以加选那他这里不显示好吧 告诉同学们按shift加选先选中一个然后呢按住shift再选第二个第三个啊第四个啊第五个分别选中了一个我们的影子 六五四三二啊这些东西好打开他的一个位置属性 屁件啊把它所有的位置都展露出来 然后随着我们上面的这么一个啊因为影子嘛要跟随上面嘛我们上面的动画呢大概是在第一秒的时候你看在这个位置 OK啊第一秒的时候我们随便找个影子看一下吧比如说这个 猪头按一下U看看是不是位置 啊你也可以怎么样让他完全相对让他对上是不是 好找到在这个地方动画开始动的啊所以对应的他的影子6到影子265432呢在位置上给他听见关键帧 然后呢一帧两帧啊往后两帧让这个影子呀啊往右动一动 那往右动一动同样也是 大概动这么多吧然后呢啊一帧两帧再把它动回来那动回来你把它拖回来也行 是不是啊你也可以把关键帧复制一下才行啊老师呢给他复制一下好了但是复制的话呢你需要一个一个复制 啊Ctrl C Ctrl V Ctrl C Ctrl V这样来复制假如你选中多个进行复制的话呢 他复制不过来你看他复制是图层 是吧所以说啊需要注意这点啊你只能一个一个的复制 假如说你不想自己拖的话或者说你这条完美让他位置啊跟原来一样的话呢可以直接复制 一个一个的复制 好那我们的影子也动起来了 OK啊动起来让往后砸啊砸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啊还得让影子动来看一下也就是找到一个猪头看到没有随便选一个猪头的一个位置 他们的动画呢是一样的啊 就是在这个位置开始运动 我们继续选中影子6到影子2 OK 然后呢啊把位置上重新给他添加关键帧让他记录一下 因为他当时没有动嘛对不对 然后呢啊走一帧走两帧位置呢往左拖一拖 跟上一个我们的画面跟他跟上上面的主人影子的主人对不对 然后呢再往后走一帧啊两帧然后呢再让他回到原位啊 大概中间这个位置就好了 好那整体看下来应该是大部分都做完了 可以看一下 挡过来啊被砸到再挡过来再被砸到 同时呢上面呢会有一个抽搐啊不能说抽搐了也有一个运动 然后底下也有一个运动 OK啊你注意看我们这个AE的时间线啊它是循环的 啊所以说到第四秒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的从头播放 那你注意看这个影子啊它可能会出现顿一下的感觉 啊你看会顿一下 其实这个没关系啊这个没关系 因为它是循环播放的嘛因为我们的这个位置没有给他卡的那么准啊 没把它卡在同一条线上 我们做的只是一个四秒的动画并不是一个循环动画啊 这个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同学们追求极致的话 也可以让他的数值变成一模一样 就是刚开始他移动的一个数值这个数值啊 跟后面的一模一样他就不会出现这么顿一下了 是吧 嗯好大部分已经做完了 那后面呢还有一个云彩那云彩的话 随你自己心意咯 选中云彩啊分别有两朵云 云一还有云二随便给他们做点动画好了 我们按下P键啊 他的一个位置 点击位置关键帧啊 一共有四秒啊 然后在中间的时候呢 第二秒的时候让他发生一个动画吧 比方说这个云呢 选中这个云啊 往右拖一拖 选中左边这个云啊 往左拖一拖 OK 第四秒的时候呢 让他回到原位啊 直接复制前面关键帧就好了 主角和影子一起加关键帧如何啊 我们想一想行不行 想想我们主角哎 主角加关键帧是加在哪里的呀 是不是加在旋转上了 对吧 是现在加在旋转上了 然后底下影子呀啊 加的是位移呀 是这个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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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对不对啊 所以说他们两个不一样 所以说你不能同时给他添加 对吧 是不行的 除非呢 你让这个小侄啊 不让他旋转了 其实你左右位移一下 也挺像那个效果的 对不对 左右位移一下 也挺像那个效果的 假如说你要是都拿位移做的话呢 可以把他们选中 同时添加 假如说不拿位移做 做的做旋转的话呢 就不行了 好 那这个云彩呢 你就让他飘来当去好了 假如说这个云彩 你觉得动画比较生硬的话 也可以调节曲线啊 是不是 选中这些关键帧啊 你甚至给他F9缓动一下 不调他曲线 用他原始的一个曲线也可以 先慢后快 再慢的这么个过程 对吧 好 那这个作业到这里呢 就做完了 其实啊 没什么东西 只不过是一些重复操作 对不对 主要是想锻炼大家 对于曲线的一个理解 那曲线呢 也不难理解 就是左边一个 底下两个小点 越来越快呢 往右拖 越来越慢呢 就往左拖 快往右 慢往左 好 同学们 这个作业还有什么问题吗 已经带着大家做完了 你感觉你会了 OKOK 很棒 很棒 其实没多少东西 就是重复重复作业嘛 对不对 重复的进行给他添加观察针就行 只不过要求你仔细一点 啊 把这个时间时候给他对上就好 比如之 曲线不可以复制 曲线你只能一个个调 不能复制 播放只能用空空格键吗 嗯 播放的话 就一般用空格都用空格键啊 如果说 你不用空格键 其实也有其他的 就是这个播放这里 啊 预览这里 预览这里 你看到没有 也有个播放 啊 也是空格都一样 啊 对 还有一个音效是吧 啊 音效 我看看 好像忘了加了 听一下 啊 比如 比如 看看原片怎么放的 哎 原片里好像没有没有音乐 好吧 啊 那我们就按自己来好了 把这音乐呢 也给他加一加啊 音效 把它拖过来好了 拖过来之后呢 听一听 它碰撞的时候呢 让它产生一个音效 啊 这个音效呢 你看 你把它放在哪里都可以啊 放在最上层也可以 最下层也可以 它不会影响画面 是不是 把它小三角给它点开 啊 会出现一个音频 再点击开 会出现一个波形 再点开 你就能看到它这个波形了 看到没有 啊 这个在AE里面就比较麻烦 当你导入一个音频之后啊 你可以点击前面的小三角 把它展开 啊 展开之后呢 有一个波形 波形呢 啊 你可以看到跟P2里面一样的 差不多的一个波形 我们可以左右的拖动它啊 让它对上 听一听 哎 让就对上 这 好简单啊 这个 看 听听有什么问题啊 嗯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吧 那音效也给它加上了 啊 对 音效用PR加也可以 哈哈 是不是 你把它输出出来 用这个 那个用的PR加也行 好 呃 作业呢 你给大家说完了啊 说完之后呢 我们说一下这个 怎么把它导出来 啊 怎么把它导出来 你做完了之后 你不能交作一下的时候 交一个工程文件吧 是不是啊 好 呃 AE里面导出呀 也相对来说 跟 比较简单啊 那快捷键呢 都是Ctrl M PR里面导出是Ctrl M AE里面呢 也是Ctrl M 啊 Ctrl M 它会出现一个渲染对裂的 这么一个窗口 啊 或者说 你不用快捷键的话呢 啊 没问题把它关掉 不用快捷键的话呢 也可以在菜单栏里面找到文件 啊 文件里面呢 有一个导出 导出之后啊 你会发现有很多复杂的东西 啊 又是导出到CCD啊 啊 Primer项目啊 这些东西的 呃 我们选择最后一个 添加到渲染对裂 啊 选择这个 添加到渲染对裂 它的快捷键呢 是Ctrl加M 啊 Ctrl加M 是这么一个东西 OK 哎 我点错了啊 点错了 点错了 好 我们试一下啊 选中当前的合成 也就是小球碰撞改 文件啊 导出 到添加到渲染对裂 然后呢 啊 你看我刚才添加了两个 它就会出现两个 我们只需要一个 把它删了就好 选中其中一个 Delete删了就好 呃 在底下啊 可以设置它的一个格式啊 文件名之类的东西 你看 它现在输出到 小球碰撞点AVI 同志们啊 注意看AVI 现在默认的格式 它是AVI的格式 对不对 AVI的格式 那AVI我们之前说过 不提倡大家用 因为它真的特别大 体积特别大 啊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更改 它的一个格式 那更改格式啊 啊 在左边进行更改 啊 在输出模块里面进行更改 我们点击一下输出模块 后面的无损 点一下 点下之后呢 会弹出一个窗口啊 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格式啊 AVI的一个格式 好吧 我们选择格式啊 点击一下 然后呢 在里面啊 选择到一个QuickTime的格式 QuickTime 啊 选择QuickTime 那QuickTime选择完之后啊 它导出的一个 最终格式啊 就是MOV的 那MOV呢 我们在之前PR当中呢 也见过不少了 是不是 MOV的文件 也见过不少了 对吧 那在AE里面呢 也可以说出一个MOV的文件 它的格式呢 就选择QuickTime 好 选择完格式之后啊 底下通道 看到没有 这些东西呢 你可以不用调 再给大家拓展一个知识吧 就是说这个通道的问题 你看通道默认的是RGB 对不对 RGB是我们的三原色 也是它本来的一个颜色 当你点击完之后啊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选项 分别是RGB Alpha 以及RGB 加Alpha 对不对 我们之前所说的时候 我们想要导出一个 在透明通道文件的时候 应该怎么导出啊 其实在AE里面 就可以进行设置 我们想要一个 视频带有透明通道的话 你只需要把它的通道呢 给它从RGB 切换到RGB 加Alpha就可以了 选这个就行 这个呢 假如说你做的画面 有透明通道的话 你选这个通道 它就会把通道给你带上 对吧 那我们现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也没有通道 也没有Alpha通道 对不对 我们就不需要选 就直接用RGB就好了 OK 选完通道之后啊 其余的崩管 崩管 点击确定就好 好 那这里呢 又变成了自定义的QuickTime格式 那输出到啊 你看小球碰撞改 它后面变成MOV了 对吧 变成MOV了 说明它最终输出的是一个MOV的格式 有同学说 怎么导出MP4格式 AE 导不了MP4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AE里面呢 我觉得应该是导不了的 你看它没有 没有H.264 所以说它输出不了MP4格式 好 那办法总是有的嘛 你可以先输出一个MOV嘛 输出完MOV 你去PR里面给它转一下不就好了吗 再拿PR输出一遍不就完了吗 对吧 PR转MP4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好 我们呢 在这个输出道这里呢 可以点击它更改一个它的一个名字 还有位置 名字呢 改不改随意 放到位置呢 你可以放到任意的地方 点击保存 然后啊 在最右侧有一个大按钮 就是渲染 点击一下渲染 就可以把这个片子给导入 导入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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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桌面了 点击一下 你看它从左到右很快 当它导出完成的时候啊 还会 bling 想一下提示你已经导完了 好 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我们在桌面上的一个小球碰撞的这么一个啊 MOV的一个文件 我们双击可以播放它啊 前提是你播放的时候呢 你装了pod player 或者是装了这个quick time 对吧 点击确定 就可以播放它 对吧 好 这是一个小球碰撞 MOV 那想要更改MP4 你直接打开PR 给它转一下就好了嘛 我开错了 开成其他版本的PR了 没关系 用其他版本也一样 果然两个软件一起开 有点卡 有点慢 好 把刚才的一个小球呢 给它导入过来 在哪呢 小球碰撞 直接给它拖过来好了 拖到一个下面满当中 没拖过来吗 拖过来之后 就可以怎么样了 就可以拿我们最省事 那个办法兼序列了 对不对 你直接选中这个 给它往时间拖不就好了吗 就变成这么一个样子了 然后再给它 Ctrl加M 是不是 就H.264了 就可以输出MP4格式了 对吧 所以说 我不知道我们交作业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交的 应该还是需要同学们 在PR里面转一下 转成MP4的 这点要注意 我们交作业的话 要把它转成H.264 也就MP4 MOV的话 我们的后台系统 可能不支持 所以说听同学们 要把它转成H.264 好不好 转成MP4的格式 好 这是一个我们的转码 好吧 太大了 好 这是今天的一个 课程内容 还是挺好的 我们两个小时讲完了 并且呢 讲的也比较细致吧 比较细致 同学们都听懂了 好吧 最后看一下笔记 用AE导师MOV的视频 选中 然后添加对列 格式呢 是动画 输出到这个路径 然后转MP4格式 直接用PR转就行了 好的 各位同学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同学可以下课了 可以下课了 老师怎么把作业和 合成放在同一个 同一个窗口 老师刚才是把它放在了同一个合成里面呀 只不过那个作业把它调小了 我好像都没删 我看一下 我删了没有啊 删了删了 是把作业拖过来 随便拖一个地方 然后呢 把它缩小一点 缩小之后 你可以放在任意的一个位置 当做参照嘛 可以可以可以 我待会看看 我待会看看李俊福同学 六节八节三节 CQTime里面理论上是没有的 据我所知没有 它只是一个MOV的格式 没有这个H.264的编码 好像是 之前老版本好像有 之前老版本CQTime确实有 不过最近几年 我装了一些新版的CQTime 我就没有发现 AE可以输出H.264的 一个MP4的 我觉得之前老版本的有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你可以再百度搜一搜 CQTime可以输出 H.264的一个编码吗 我记得有 我记得有 不过是老版本的QuakeTime 老师我一点选中的是 整个合成不是单个图层呀 你可能卡了吧 你看我选单个图层的话 我想选哪个就选哪个呀 为什么是整个合成呢 你看 想要加选的话 直接按Shift就可以加选 单个选按Ctrl 慢慢的一个个点选 哦选不到嘛 选不到 保存一下充击软件试试呢 同学 可能我们这个软件 确实有的时候挺头疼的 你看我也没有其他的操作 我只是点一下就好了 假如说你点不到的话 应该是软件问题吧 或者说你可以把你的屏幕截图一下 截图一下发到一个群里面 我们一块来看看 每次一点涂层整个合成都动了 每次一点涂层整个合成都动了 这样吧 你去那个什么吧 去拿手机录一下你的操作吧 然后放到群里 我们一块来看一下 重启都没有用的话 软件问题了 先不要着急 同学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好吧 移动锚点需要按住什么键 你需要按住Ctrl键 当你按住Ctrl键的时候呢 你可以固定的在一条直线上来移动你的锚点 前期是用锚点工具 锚点工具 你看按住Ctrl键 你不用Ctrl键的话呢 你不知道你偏移了 你看我放在这也是 这放在这也是 对不对 你摸不准 按住Ctrl键呢 它可以吸附在最中间的一个位置 锚点显示整个合成的锚点 不是单个图层的锚点 哦 你是不是在它 你是不是这样弄的呀 我看一下啊 你的 你是不是这样弄的 你这样 这样算是一个合成的方式啊 你看 它是一个合成的方式 你更改锚点是这么这样的 你需要点进去啊 点到合成里面 来把这些参数都展开 对不对 同学们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我们下课了 OK 点进去就可以啊 点进去就可以 好嘞同学同学们 我们下课之后再说啊 好的啊 同学们再见了再见了 我们明天见 明天下午呢 有一节这个作业的串讲课好吧 拜拜拜拜 好的同学们晚安啊 晚安 拜拜 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见啊 那我去给你们创会放了啊 创会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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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